美奥两国组建军事同盟 香港大学解雇战中三子之一戴要停 台湾李登辉病情恶化 蒙古文化正在被清除 武汉管控公职人员因私出国证件 大家好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为您准备了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美奥两国组建军事同盟 美国与澳大利亚外长及国防部长 28日在华盛顿举行高层会谈 美奥两国表示 将加强军事合作 组成坚不可摧的同盟 应对中国的挑战 两国并重申 台湾在印太区域扮演重要角色 承诺将持续与台湾维系强健关系 并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据双方会后联合声明 会谈聚焦中国挑战 印太区域安全与双边区域合作等议题 双方在会中谈及新冠病毒疫情冲击 及中国界疫情 损害印太区域国际秩序及区域稳定 包括北京在香港、台湾、新疆及南海等作为 蓬佩奥在28日会后 记者会上也特别赞扬澳大利亚 不仅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以让世界从台湾疫情应对智慧中受益 并且也公开谴责中国散播疫情假讯息 及坚持对疫情来源展开独立调查 此外 根据联合声明 美澳双方在会中 都对中国损害一国两制 违背中英联合声明承诺 并侵蚀香港自治及自由 表达深度关切 两国认为 港区国安法将损及法治 侵害新闻记者等人士的言论 和平集会自由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香港大学解雇戴耀廷教授 港大校委会7月28日举行例会 讨论解雇占中三子之一 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一事 校委会最终以18比2的大比数 通过及时解雇决定 戴耀廷表示 辞退我的决定 并不是由香港大学 而是由大学以外的势力 透过他的代理人做出 他还称 这标志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 香港学术机构的教研人员 在南自由的对公众 就一些政治或社会争议事情 发表争议言论 2019年4月24日 被称为战中三子的2014年 战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 陈建明 朱耀明因串谋公众防扰罪 被判刑16个月 其中戴耀廷 陈建明立即入狱 服刑4个月后 戴耀廷同年8月15日 霍宝市等候上诉 身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的戴耀廷 拥有港大终身制教习 霍宝市后 继续在港大任教 然而曾有多个建制派团体 给港大写信 要求革除戴耀廷的教习 港大校方2019年成立的相关委员会 因此召开会议 讨论戴耀廷的终身制教习 去留事宜 港大校委会最终 以18票比2票 通过开除戴耀廷的决定 意味着校委会 推翻教务委员会早前建议 保留其交习的结论 对此 戴耀廷通过脸书回应指 这标志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病情恶化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今年爱月住院至今将近半年 昨天晚上传出病情恶化 甚至已经逝世的消息 但立刻被相关单位否认 台湾总统蔡英文 今天上午九十三十分 协同副总统赖清德 行政院长苏贞昌 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探视 向家属表达关怀 并听取李登辉医疗团队简报后 在十点十分离开 李登辉今年二月 因喝牛奶呛道 住进台北荣总治疗 已经173天人未出院 昨天网络传出他病逝的消息后 虽然凌晨 遵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 在脸书发文澄清 强调李登辉目前还在医院治疗 但今天 台北荣总大厅 仍聚集大批媒体守候 昨天晚间 再次传出李登辉病情恶化 并已经在网间九十 把管病逝的消息 但荣总督风口不愿证实 只表明状况确实不佳 一切由李登辉办公室说明 李登辉夫人曾文慧 中午十一时 多抵达医院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表示 家属有空都将全天后陪同 李登辉今年高龄九十七 曾任国民党主席 中华民国总统 但任内许多作风 被认为较倾向陆营 卸任之后更毫不掩饰对民进党及台独的支持 堪称是导致台湾人民国家认同转向 从此背离中国的关键人物 他几次公开表达 调与台主权应归属日本 更形成高度争议 第四个新闻事件 是蒙古文化正在被清除 海外多位蒙古族人披露 继新疆之后 蒙古族语言文学杂志 教科书正在被中国当局清除 其方法就像残吃桑叶那样一点 一点地吃掉 取而代之的是汉文化 旅居美国的蒙古族人诺明28日表示 中国政府其实不仅仅在学校禁止用蒙语教学 而且采用一系列的方法 削弱蒙古族文化 达到其同化蒙古族的目的 在今年6月末 当地教育部门以检查卫生的名义 去了折蒙 折里木蒙科又中期诸日和牧场蒙古族中学 勒令学校拿掉成吉思汗画像和所有用蒙古语写的标语 语录等 但这个不是特例 在厄尔多斯市的蒙古族学校也发生过 当局有关部门也命令拿掉用蒙古语写的标语等 今年上半年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已宣布多项限制蒙古语的措施 比如通辽市蒙古族中小学将于9月1日开始 采用所谓双语教学模式 放弃了传统蒙语教学 诺明说 不久前 扎鲁特齐民族宗事务局查封两家蒙古文杂志 扎鲁特齐 今年早些时候政府下令关掉了当地蒙古族作家创办的两个蒙语文杂志 扎鲁特文学和特格汉 当局除了查封蒙文杂志 也禁止网上出售蒙语图书 诺明告诉记者说 在鄂尔多斯市 一位蒙语文图书爱好者表示 他在微信上的交易也被警察叫停 理由是买卖蒙语文图书违法 这些事例表明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了 今后此类事情也会不断发生 但是政府的行为不仅遭到了内蒙古人的反对 他们保护自己母语的行为 还得到了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支持 自今年9月1日起 通辽是蒙古族中小学施行新的双语教学模式的消息 即小学思想品德课 用汉语授课 初中历史 政治课 用汉语授课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汉族学生的教科书 教汉语文课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武汉管控公职人员 因私出国证件 武汉加强管控公职人员 因私出国证件 27日 武汉市公安局发布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 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证件 宣布作废工作的通知 加强国家机关 国有控股企业 事业单位 部队等公职人员的 因私出境证件管理 或统一上缴因私护照 或者申请宣布作废 自8月1日起执行 通知中引述了一连串中共的法律 规范 通知 声言要进一步规范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证件 宣布作废工作 加强在汉国家机关 国有控股企业 事业单位 部队等单位 通报备案人员 因私出国境证件管理 近期 中共对公职人员的护照等出国证件的管控不断升级 就在上个月 中共司法部出台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当中规定自7月1日开始 公职人员违反规定 办理因私出境证件 要予以寄过 或者寄大过 情节严重的要予以降级 或者撤职 另外 凡公职人员违规取得外国国籍 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 要予以撤职 或者开除查办 好了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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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